你见识过人类已知的最大星系吗 一提到星系啊 我们马上就会想到最熟悉的银河系 甚至能一股脑的说出一些基本的常识 本星系群的第二大星系 属于棒悬星系 只净最少十万光年 至少包含一千亿颗恒星 中央厚度一点五万光年 边缘厚度至少三千光年 拥有四条主旋臂和两条小旋臂 我们太阳系微不足道地躲在猎户座旋臂里 对于二十世纪之前的人来说 银河系足够大了 甚至大到人类认为 银河系就是宇宙的全部 直到一九二五年 大名鼎鼎的哈勃 拿出强有力的观测证据 证实了仙女座星云 不仅是一个独立的核外星系 而且比银河系大多了 现在我们知道仙女座星系 只净达二十万光年 是本星系群里的老大 银河系只能排行老二 但这都不算什么 在人类已知最大号的星系面前 真的不算什么 这个最大星系名叫IC1101 1790年6月19日 发现者正是鼎鼎有名的 英国天文学家 威廉·赫谢尔爵士 不过那时候被当作一个星云 后来收录进IC索引星表里的 第1101个天体 所以它叫IC1101 直到1932年 爱德温·哈勃发现它 并非是一团星云 而是一个独立的星系 但他也没有发现 它是最大号的星系 一直要等到1991年 天文学家才确切知道 IC1101的大小 直径竟然有六百万光年 至少拥有一百万亿颗恒星 相比而言 银河系是不是体量太渺小了 要是放在IC1101面前 银河系就像它的一颗星体 为什么天文学家认定 它是一个星系 而不是一个星系团呢 这得先从星系定义说起 所谓星系可以理解为一个 包含庞大数量的 恒星气体星际物质 宇宙尘埃 中子星 黑洞和暗物质等构成 并且受到自身引力束缚的 大质量天体系统 恒星气体大家都比较熟悉 星际物质是介于星系和恒星之间的中间角色 存在于星系和恒星之间物质的总称 宇宙尘埃由细小粒子组成的固态尘埃 主要由硅酸岩 碳元素等和水分子构成 自宇宙大爆炸开始 就已经分布在广袤的宇宙当中了 中子星是恒星演化默契的中态之一 引力坍梭的天体 在微观尺度下都转化成为中子密度极大 一颗典型的中子星质量 介于太阳质量的1.35到2.1倍 半径只有10至20公里 而黑洞则是恒星演化默契的极端中态 引力坍缩产生的引力场 就连光都无法逃逸 现有物理定律都已失效 只要大于3.2倍的太阳质量的恒星 就会演化成黑洞 暗物质只有引力效应 但无法用其他手段探测的一种未知的存在 占整个宇宙构成的26.8% 远远高于只占4.9%的可观测物质 也就是我们通常认知的所有物质 尽管暗物质看不见摸不着测不到 但它确确实实的在这 因为它产生的强大引力 才避免星系散架 星系里的各种物质 也不至于因为巨大的离星力而被甩离 这就是暗物质默默起到支撑庞大星系身躯的功能 现在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星系 用这些条件 框套IC1101完完全全符合 所以它就是体积再大 包含再多 但也只能是一个星系 一个典型的椭圆星系 星系按照不同的形状可以分为椭圆星系 漩涡星系 不规则星系 宇宙星系中有95%都是椭圆星系 漩涡星系 最大号的星系IC1101 就属于椭圆星系里的超巨型椭圆星系 而我们的银河系属于漩涡星系里的磅炫星系 要是按照星系大小 又可以分为矮星系 中型漩涡星系 巨型椭圆星系 其中矮星系的体量最小 大都直径只有200光年之内 拥有几千万颗恒星 中型漩涡星系是宇宙中最常见的星系体量 银河系就是典型的中型漩涡星系 巨型椭圆星系只是少数派星系 至于超巨型椭圆星系更是极少数 除了排名第一的IC1101 NGC262排名第二 直径130万光年 而这些星系 在直径930亿光年的可观测宇宙面前 又显得如此渺小 宇宙不止这么大 毕竟我们所在的星球太小太偏远 根本不足以溃探整个宇宙